统计分析这个工作表复制过来吧 把那个因为不用两年 我只要没有分年的全部的 那你再来就是说号码好像要到49号 本来42号嘛 多了7个号码 所以你可以往下填满 然后再来几率的部分怎么算 其实跟刚刚一样 你可以第一个 一样把大乐透的历史资料怎么样 这边一样 Ctrl-Ship向右向下 然后把它定一个名称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大乐透 那名称的话 干脆这个就叫大乐透 直接就是大乐透 OK 这样子 这个范围就叫大乐透 那我分析的话 一样什么 用刚刚的方法 最近使用过的函数 康乙福 然后range的话就F3 把大乐透全部的资料 全部抓出来了 然后条件为1的话 它开出来的号码次数 你的几率就是除以多少 除以刚刚一样的做法 所以这边的话 把它Ctrl-C 然后把if拿掉 然后就不需要 这个criterium的这个 就是算一下大乐透开出几个号码 那几率就算出来 因为刚刚格式 马上可以算出来了 那再来排名的话 当然我们用那个刚刚req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它的几率 那reference是这个范围 Ctrl-C 向下 然后呢把这个一样 按F3 F4的 F4两下 锁列就可以了 排名马上可以算出来 那前期名怎么算 刚刚不是有前期 不过前期名你先按下去 因为规则不同 所以程式怎么样 记得改写一下 其实类似的东西 我建议就是你拿 之前写的来修改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前期名的号码 那我们假设 你可以拿这个直接 编辑一下吧 然后这边的话 指定到 指定到哪一个 刚刚那个格式化 那所以格式化VBA 如果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说我们刚刚写过的东西 你要再拿来大热透写的话 记得 把它怎么样 不是 放在这里 我刚刚有这个 那记得 如果你要拿这个 来改的话 记得 第一个名称不能一模一样 有没有 格式化VBA 那怎么办呢 干脆你格式化VBA 加个2好了 反正名称不要一样就好了 或者叫什么VBA 大热 反正就是换一个名称就好了 那如果说你要格式化 其实也是for i 等于 1 第二列嘛 到最下面一列 如果当哪一个呢 这个地方 其实改一个 c栏就可以了 本来e栏 小于等于7 那格式化哪一栏呢 一样是格式化A栏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把这个做完之后 直接执行 他一样会帮你把 有没有 前7名的号码 做快速的格式 但是如果你不希望这个结果 你是希望什么前7名的话 那你什么一样按右键 我刚刚把它编辑一下 就这个程式呢 一样呢 再把它复制到我们的大乐透 记得我不是把模组又另外开一个 你可以把它分开来 不然的话呢 可能一样的东西 记得这个前7名也许 干脆后面加个底线 我习惯加个大乐透 反正记得就是说 名称不要一样就好 OK 那一样我们改一下 其实基本上你会发现 逻辑一模一样 程式可不可以拿来套用 可以啊 只是说有些地方要改 k等于2 没错 第二列 回圈范围是不是第二列以下 没错 那条件呢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c call到哪一栏呢 call到d栏 应该可以看懂吧 所以你会发现 我其实只是改对应的哪一栏 call过来 基本上程式改完了 所以呢 我只有改几个地方 1 名称记得不能一样 2 判断的条件呢 本来是在1栏 改成在c栏 call过来的 本来在f栏 改成在d栏 其他人都一模一样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犯本的话 做很多事情就很简单 反正改总会吧 不要改错就好了 如果你改完之后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在什么f8 慢慢跑好看 如果有错 马上改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这样跑应该OK的 按f8 k等于2 往下找 第一个是不是 是的 帮我扣A栏的东西 扣到d栏 1号扣过来了 加1往下 然后第二个是不是4 那再把2号扣过来 所以很快的 全部执行 前7名 就抓出来了 有没有 1到 总共7个号 1号跟2号 8号 名牌已经算出来了 不保证正确 只是仅供参考 但至少那种 就是你离那种大数据分析而已 因为本来你可能要做很多事情才能看到的结果 现在马上可以看到一个结果 不用花太多时间 都是现成的东西 不过还是要熟练 因为这东西虽然不多 但是不熟还是做不出来 而且也很容易卡住 建议 也许网路上还有蛮多的 你会发现在大乐透里面 上面还有什么 六盒 六盒彩 我不知道是台湾好像美 香港 金彩539 这边有一堆 107个配件 没事玩玩看 还有像威力彩 我最近看他好像奖金上看9亿 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亿万富翁的话 这边有35个配件 其实规则好像大同小异 这些东西大家大致上 甚至还有什么 全世界USA 还有欧洲的 澳洲的里面都有 你什么能抓 可以啊 抓法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你 像之前真的有遇到一个专门来学习的 他其实真的就是要学VBA来算名牌的同学 而且他很认真 他用手动的方式把网路上的资料全部都爬下来 但是他爬的不是用程式爬 他是自己复制贴上 可能他应该退休了 闲来没事 这是他的乐趣吧 所以他就想把这个学好 当然有志者试进城吧 因为哪一天被他算中 那他也许就也是一种乐趣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试看 我们刚刚只是说再把那个统计分析的部分 再加一下 也是类似利用刚刚的乐透财 然后呢 再增加计算那个大乐透的前七名的算法 当然不一定是前七名 我只是举个例子 也许你可以 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套规则吧 所以你可以看出一个什么 哪个地方他有没有一个 哪一天刚好开出哪一个号码的几率 是多少 那哪一个几率最高 也许你或许可以分析一个固定的规则 也说不一定 那当然每个人算名牌的方法 都有各自的巧妙不同 不过至少前提是你需要一个data 你如果没有data 你就没有一个客观的 客观的表 你总不可能去求神问补 那我们这种方法是比较 稍微比较科学一点的方式 OK 那如何从网路上一键快速的下载 并且算出一些统计分析 那我想请各位 也许试试看 最后大乐透那部分 其实他还会再更新 所以你可以再设计一个删除旧资料 再按下去 自动又再下载新的 所以也许可以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删除 一个是更新资料 更新最新的 删掉旧的更新一下 这样的话更完整 以后一键就可以大乐透 一键就什么精彩539 一键就是乐透彩 感觉其实应该还蛮有成就感 你之前有同学学到这个地方 他觉得很有兴趣 甚至我看 因为他有教我脸书 我看他也把那个 上课的东西把它拍到 他的脸书 跟他的朋友分享 每个朋友都觉得 哇好厉害 一见他可以把 所有资料全部都下载下来 他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好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待会的话 我们其他部分 我看看他们什么 其他还可以再增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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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